一行指揮中心公布 今天新增十勒利的本土确诊个案 其中15人都属于同一个传播链 跟房屋代销群聚衍生出来 宗教协会欢唱聚餐有关系 那么指揮官程中说了 这起传播链累积24人染疫哦 加上确诊者都来自四面八方 接触的人也不同 真的需要高度注意 那么指揮官特别点名的就是这一桩 因为这起群聚案 最先发现的是新北市的设计师 到房屋代销局场 再衍生出来是代销人员参加了 佛道双修协会的聚餐 跟80多人一起呢看到聚餐 但事后来看哦 这里面是有六桌 一共58位 那80多人的话 还有一些员工等等 那么所以就被匡列了 那之后呢 他们呢又去吃饭 那么25人去继续有去唱歌 那么有13人 那不管如何加起来 这个整个传播链里面 现在染疫的24人了 而且新增个案加的部分呢 你看到列者就在台北市有5人 那么在新北市是加7 那么在台南新加1 在高雄则加2人有2例 那么虽然属于同一个传播链 但确认者就来自四面的 各地方都有 南北职业都不同 所以可以想象它深入社区 还有深入职场 接触民众是广泛的 也让这个社区传播链呢 可以说对防疫破口的冲击 是需要高度警戒 那目前所呢 可以说框列出来的83人裁剪 已经验出21人阳性 51人阴性 另外11人裁剪当中 但有没有可能会被变成 所谓的桃源吸体翻版呢 指挥中心那么看到指挥官程总说 还必须要观察 两到三天才知道 但话锋一转也说了 这个宗教团体成员一共80多人 那么其中25人 孙阿托拉来唱歌 验出13人染疫 他认为 其实吃饭风险比较高 这说法 他的想法论调 目前是说还不沉溺 我此话一出 当然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吃饭脱口罩唱歌 当然是危险的啦 但值得观察是什么 跟着家人也出现在 在这场聚会当中 这新北市板桥一名女国诸生 那么现在也确诊了 成了案例19951 那么他呢 在立业居家隔离 裁剪时候变成阳性 所以其全校的部分呢 在今天起那些预防性停课 三天 而确诊这个班级 则是停课整整14天 而另外在右上角这地方 新前层传出看到晚间 昨天晚间的时候 有南湖国小家长啦 北投四地的维格国中有家长确诊 而现在台北市的卫生局方面则说 案例19930这名家长 他的两名子女 已经被匡列居家隔离 裁剪是阴性的 那么学校部分呢 看到呢 看到是维格小学的中学 则是107人阴性 南湖国小52人阴性 那么针对整起的宗教聚会 吃饭唱歌疫情 副市长黄珊珊则说 大包厢吃饭 其实每周都会有这样的聚会 目前呢看到是 主要是餐厅内58人居隔 员工则是22人也进行隔离 本土个案好一阵子没爆发 但18号一口气新增16例 其中宗教吃饭歌唱团 再暴增15人 同一个传播链成员南北都有 工作类型也都不一 指挥中心坦言需要高度关注 仔细看新北市新增7例 台北5例高雄加2台南加1 整团目前确诊累计就有高达24例 必须得启动地方政府积极匡列 外扩目前没有那这是一个好现象 至少还要再观察个两三天 回溯设计师传播链 最初是由新北市设计师案19665 发生群聚导致10个人确诊 其中案19816随后参与佛道双修协会 举办的活动当中58个人聚餐 其中25个人吃完饭之后还唱歌 进而酿成南北双烧 就有人指出恐怕是吃完饭之后 又去唱歌才导致染疫人数增加 群聚院成了解封的障碍 疫调跟防疫工作还是得双管齐下 希望能让疫情迅速控制下来 记者台北总统报道